演说梦工厂轮到我上场 大家好,我是蔡建文来自柔佛新山 今天我的演说主题为创意 在这个普遍随波驻流的年代 我们盲目地追随着别人所创造既定一丝的潮流 然而,我们似乎遗忘了自己也拥有那一丝的权利 为自己谱写成为一名故事的创意者 我们总是被朋友圈影响着 今天哪部电影拍得比较澎湃动人 哪家的口红比较火红 哪个地方的奶茶今天又加热了 又或是每当黑夜来临的时候 谁又和我一样在工作中承受着压力 揣摩着想要辞职的这件事情 或许我们都只想在那阴暗的黑夜中 寻找那一丁点的自我 可能喘口气 可能展示那不可公主于世的懦弱 但是到了第二天 我们依旧挂上了笑容 像没事一般地继续生活在别人的眼中 可不是这样吗 那如果真是这样 我希望在看影片中的你 可能是你 可能是你们 从今天开始 为自己 获得 创意一些 我的演说 就此结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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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